感谢主 我们接下来来享受 书信造就 中册第三十三篇 就是父母篇 这篇非常的重要 因为圣经里 强调如何做父母 过于强调如何做儿女 做儿女 当然就是要孝敬父母 但是做父母的 要如何的来管教儿女 来带领儿女 那就不是那么样的轻松了 那么容易了 在以物所书六章四节 保罗说 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要按着主的管教和警戒 来养育他们 儿女是主所托付给我们的 但是我不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 来管教 来警戒 这里圣经保罗的意思 非常的清楚 要按着主的管教 或者说主的教训 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中 没有一个像做父母的那样影响另一个人 可以说做父母心的影响我们的儿女 几乎可以叫他们上天堂 或者就叫他们下地狱 所以怎么办呢 每个做父母的都要非常的 在这边里面有几个 这边里面有几个点我们要加以强调 我们慢慢地说 第二点就是要为儿女自己要分别为圣 这里呢就跟刚刚经节提到主的管教有关 既然管教是从主而来 我们自己就要亲近主 就要从许多的这个生活中的细细维维的事上 为着儿女的缘故 把自己分别为圣 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的字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神称得上是圣 其他的都不圣 我们要为着儿女的缘故 要把自己先带到主面前 先过一个分别为圣 有神的生活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过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 我们身上的神很少 那请问我们怎么能够把多一点的神带给儿女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为着儿女要自己要过属灵的生活 要多追求多一点的主 多一点的神 在我的身上在我的里面 这样儿女们就能够受我们的熏陶 受我们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描述 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他说神把一个两个或三个儿女赐给我们 在我们的家中 有两只眼睛 或者可能四只眼睛 或者更多六只眼睛 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 他们看着我们做父母者 我们的一言一行 甚至当将来儿女长大了 而我们也到主人那边去了 我们对儿女的影响 还要继续地留在儿女们的身上 所以做父母者 需要有神 那这个神呢 在我们身上就成为 我们第二点所说的这个标准 我们要按着标准来生活 神是我们的标准 如果是我们自己没有一个 这个标准 我们的标准是没有神的标准 这种标准不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标准 所以有一个标准 有一个弟兄 他儿子出了事情了 他就悔改 他说 我的儿子就是我 我就是我的儿子 我们有怎么样的父母 我们就养育出 就产生出怎么样的儿女 若是我们不谨慎 自己不谨慎 我们没有标准 甚至没有最高标准的神做标准 那我们的儿女就不可能有好的成长 儿女就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对她们的影响是长远的 是一生的 我们不能不为她们的缘故 来过一个非常在灵里 非常警醒的生活 所以神是我们的标准 这里有个例子 就是以诺 以诺 以诺 在六十五岁以前 还没生马图沙拉以前 她怎么生活 我们不清楚 但是等到她六十五岁 生了马图沙拉 圣经记载 她开始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不是一天 不是两天 她与神同行三百年 直到神觉得够了 你这位可爱的姨诺 与我这样的相心 最好就把你接到我这边来了 就把她提接到她那边去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教养儿女 还可以让我们成为得胜者 在圣经里面 第一个被提的人 是一个咒父亲的人 感谢主 我们不要怕做父亲 不要怕做家长 我们在做父亲做家长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诺作为榜样 我们要操练与神同行 神在哪里 我也在那里 我是一个追求神的人 神的脚踪就是我的脚踪 我身上满有神 我就能够教养出 有高标准的儿女 那在这个实际的家庭生活中 做父亲的做母亲的 带着神所示的几个儿女生活 还要注意到同心合意 来教养 不能父亲有一个想法 母亲有一种的另外一个主张 这个儿女就容易看出其中的差异 找到那个漏洞 他们就专漏洞 爸爸喜欢的 他就去找爸爸 妈妈喜欢的 他就去找妈妈 不 当儿女 接受我们的教养的时候 我们 做父亲做母亲的 需要同心合意 有一致的看法 这是很重要的 若是有不同的看法 做父亲做母亲的 做父母的 要到房间里面 好好的跪下来 在主面前一同去寻求出主的心意 以至于能够同心合意的 来教养我们的儿女 那儿女呢 她是神所示的 在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到 儿女是神 就是月娃神所示的产业 我们腹中的果子 是神所示给的赏识 所以 她是 一个独立的 神所示的个体 我们需要尊重 她有人格上的自由 我们不能够 用我们专制的思想 这个强迫人的意志 要来支配我们的儿女 我们需要和她们有好的 谈话 好的交通 或者是沟通 直到儿女们能够明白 什么是正途 甚至什么是主的心意 那这个需要我们来努力来学习 我们要给儿女有自由 去负他们自己的责任 那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个观念呢 我们要小心 在做基督徒的这个父母当中呢 我们要摒弃这种观念 我们只有主给我们的光照 事实上许多的错 常常是在做父母者的身上 我们需要核对自己的光景 我们如果是在儿女身上 我们的教养是过了 是过度了 我们就要收回来 我们在儿女身上没有无限的权柄 她们也不是我们的出气头 我们在公司行号里面 我们在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就找儿女们来发脾气 来出气 这个更是不可以 儿女不是我们培养我们脾气的地方 另外儿女们她们都需要成为正常健康 蛮有长进的 或者说在主里面有长进的这个青年人 有为的下一代 我们在和她们生活说话沟通的时候 我能够惹她们的气 惹她们的气 就是她们的度量还不到 但是我就用吹逼的 我就用强迫的方式 要带她们 要使她们能够屈服 那这个儿女们会不服气 反而呢 会惹她们的气 等到有一天她们稍微长大了 她们有她们的这个自由度了 她们就想要一切都放掉 父母亲所做的她们就不想做 父母亲所爱的主她们也不想爱 她们要绝对的放松 绝对的自由 这时候我们就后悔莫及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看待 那儿女们她们是一个完整的个格 我们在旁边造着主的管教 的时候呢 我们所使用的做家长的这个权柄是有限的 我们还要把更多的空间 接着祷告 让给我们的主来感动 来摸她们 来引导来带领她们向前 那儿女做得好的时候 要给她们有正当的鼓励和欣赏 有时候要带她们吃一顿好吃的 或者买一个她们长久以来就心里面想要得到的东西 做一个鼓励 做一个赏赐 这都是很好的 我们给或不给 我们是有原则的 我们也有观察 我们有在意 我们要让儿女们各个都成为上进的 进取的 健康的儿女 那我们在家庭生活中 向儿女们来说话 那是经常是 就有的 我们不能随便地 说不准确的话 不能随便地给儿女们 那是虚空的 你做不到的应许 按着我们的行刑能力来说话 比如说儿女们希望我给她买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不能做不到 却心里地就答应 这样子将来儿女们就要疑惑我们的话 事实上我们的说话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神说话 神是说话的神 但是祂的话不随便说 但是祂只要说了 祂的话就坚定在天 在四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节 诗人说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 那你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呢 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一点 就是处于那二者 我们说话不准确 说的甚至是谎言 那就代表我们在黑暗中 我们可能跟那个黑暗的掌权者 撒旦是有关联的 这在儿女身上 会给她们投射出那种不好的影响 说话不是小事 还有一些话是更重大的话 是一定要儿女们去做的去执行的 像命令一般 我们就要非常的谨慎的说出来 很清楚的说到 儿女们能够听得懂 也就是说 我们的话 像是命令一样的话 我们说完了 我们就自己要非常的 这个记得在意 要轻易的 就忘记了 儿女们就要以为 你自己没有原则 那么这个呢 将来再有重大的事情 你要给她们有好的劝勉 好的代理 你们恐怕那个接受度 他们对我们话语的信心就不够 不能如何感谢主 一个有主的父母亲 他们才能够有主的教训 主的警戒 来养育 这个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家庭生活很重要的 因为 帐篷 跟祭坛 在旧位里面是连在一起的 帐篷就是我们的家庭 祭坛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事奉 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们的家庭生活 跟神 跟对神的事奉 都连在一起看 我们愿意好好的 我们的家奉献给主 我们的家是一个有属灵西门的家 我们的家 是一个有祭坛的家 我们的家因着我们 好好的在神的心意中 自己分别为圣 我们在这边 以神做我们的标准 我们享受了他 我们就把他带来 彰显出来给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儿女自中 都能够在神的标准里面 在神心意中来生活 来作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有份于神的经文 我的总结是 大的儿女 是从大的父母 产生出来的 大的儿女 这个人大 我的领会 是大在他们 有一位大的神 这位神 大到什么地步呢? 他是全宇宙的主 我们不能够 没有这位神 是我们能够有大的眼光 我们需要有这位 真正大的神 在我们里面 来扩大我们 圣经说 心中要设大智 要立大摩 也就是要去领位神 这个大的 永远的经文 永远的心意 我若是 不是那么一样的在意主 那么奉献给神 那么愿意为他的经文 有奉献有摆上 我的儿女是不可能 跟我们一样的 来蒙福的 在圣经里面 提摩太 是个好例子 在历史历代里面 有许多大的主的仆人 他们后面都有 那个大的眼光的 那个父母 来养育他们 我们愿意 好好地 尽情在主面前 扮演 主心意中的 那个称职的父母 我们希望 虚虚多多年轻的 弟兄姊妹 有为的 族的下一代 都能够 从那个扮演 这个 好的父母的家庭中 产生出来 他们是刚强的 是健康的 这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在外面 传福音 但是我们若能够 从一个一个 健康的家庭中 来产生出 虚多多健康的 弟兄姊妹 那更是 有价值的 清神的 也是 早早的 就把这个下一代 从他们幼小的时候 就建立起 这个根基的 他们在主的手中 将会更多用 愿主 让我们众圣徒 一同在意 这边的信息 我们都是 一同警醒了 教会 所以就有更多的盼望 更多的复兴 更多的复兴 愿主祝福我们 各个能够放胆 你主的心意 来做 这个 好的父母亲 使我们的家 能够满足主的心意 感谢主 阿们 提神 阿们 圣 彼之 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